老師 那其實像我們還有檀木的系列 我也想請問老師 像我們有檀木的洗髮精 跟檀木的洗身體 然後我聽人家說檀木是可以招財 像供奉那個佛祖 他們其實好像也很喜歡檀香的味道 對 所以其實他們就說 其實財神爺爺喜歡檀香的味道 有啊 我前那天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還傳訊息給我 還跟我講說 欸 我拿那個財神檳木去供養那個土地公 然後土地公還跟我講說 叫我要加五滴檀香精有進去 哇 哇 這個檀子也蠻那個 他們很講究 他們很講究 喔 李公很講究欸 應該每個神他們還想要自己再多什麼 什麼小菜還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好特別喔 所以我猜 所以我猜 為什麼民間都傳說就是檀香木可以招財 應該是因為他的生長的特質 特質 所以我們就講說像這樣的特質 我們就知道他是特別會吸收資源的吧 嗯 那你想我們本來人活著也是 我們也是到處在找資源 對 對 所以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檀香我自己洗起來 我們每個人都好喜歡 你看那個檀香的 礙石喔 礙石喔 對 所以我洗完的時候也是會整個人是覺得人是鬆的 對 我們是很 對 我們是 停不下來的 屬於一個比較焦躁的狀態 對 然後我們就是洗了 那時候第一次洗我們家的檀香木一周 整個人真的是那個肩頸 啊 就開始笑了 喔還有檀香 它還有招財的作用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它如果從七輪的角度來說 它是作用在我們的第二輪的 那第二輪就是我們的生殖輪嘛 那我不是講說那個生殖輪它跟創造力有關嗎 所以我們想要的彩貨它一定是需要你有創造力 沐浴乳的味道很舒服 對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味道真的很舒服很鎮定 讓你感覺就很有幸福感啊 很有自信